大家都知道原本農夫在今個月11日將會在9節舉行他的演唱會 不過在兩個星期之前農夫就說收到唱片公司的高層賀志圖跟他們說演唱會要取消 原因是因為賣票不足不希望會虧錢所以就取消了這個歌唱 這件事令農夫非常之不開心 原來他們打算開演唱會到籌備到買不到票取消 途中都跟這位高層罵了很多不和 而且雙方的意見由開始到現在都是不合的 中間究竟發生什麼事不齊娛樂師 在上個月農夫推出這個專輯試的時候 就跟一班傳媒說非常之開心 將會在今個月11日在9節舉行這個演唱會 大家都非常之期待農夫的演唱會 由那時開始其實農夫已經非常之積極地籌備他的演唱會 還說會請一些嘉賓去做這個演唱會 大家一定想不到 不過在兩個星期之前農夫就宣佈他的唱片公司高層賀志圖 打電話給他們 就說由於他們的演唱會賣票不足所以是制銷的 他們不希望唱片公司虧錢 所以就取消了他們的演唱會 這個時候令到農夫非常之不開心 也跟一班傳媒說 其實由一開始他們籌備這個演唱會 公司已經沒有back up他們 完全整個演唱會好像自己搞一樣的 例如好像服裝、找sponsor 又或者program、run down 全部都是他們自己搞的 所以搞到他們覺得唱片公司 其實一點都不支持他們 誰知道到最後又沒有宣傳的情況之下 賣票當然是不好 所以就買不到票 突然之間跟他們說取消這個演唱會 其實講到宣傳 其實農夫自己都非常之樂力 好像他們賣碟一樣 都特別落到旺角那些店舖 就逼人家買碟 大家看片都有看過 但其實唱片公司方面 原來一開始搞這個演唱會 就希望可以幫我農夫宣傳一下 所以預算上面的確是很小的 他們就跟龍夫說 可不可以唱這個MMO MMO的意思就是現場伴奏 即是沒有live band 沒有現場樂隊 但龍夫就覺得有沒有搞錯 演唱會沒有現場樂隊 怎可以呢 所以這方面已經跟唱片公司 就已經吵架了 再加上唱片公司就說 不如這樣吧 你們的演唱會就找阿欣怡 就做這個表演嘉賓 龍夫非常堅持 他就覺得自己的演唱會有主題 他們就希望找I love you boys 就做這個表演嘉賓 自己還找人家 所以又跟上片公司的高層又吵架了 因為高層方面就覺得 如果你開一個演唱會 當然要幫一下自己公司的新人 當然是叫阿欣怡去做好些 怎會找一個I love you boys 完全沒有關係呢 但龍夫方面就非常堅持 覺得做演唱會應該有主題 而且他們應該主導他們的音樂 所以他就反對找阿欣怡做這個表演嘉賓 搞到最後阿香文都不知多生氣 所以就不太想幫龍夫做宣傳 再說其實阿香文就跟余永山 即是無線的綜藝科總監 是兩夫妻來的 如果他要龍夫上去做宣傳 但他這個月好像真的沒有那麼多宣傳 有傳是因為阿欣王看這件事看不過眼 就覺得無線搞錯 余永山找了聲門的人上去 英王那些人都要做宣傳 所以現在就不敢做到那麼出面 所以搞到龍夫宣傳這個演唱會 都是少了機會 既然不夠宣傳 製作費又低了 這個演唱會會取消 其實個個都是預料中事 阿香文曾經打電話給龍夫說 就跟詩君說 不如你跟傳媒說 就說你喉嚨山間 然後你就好些下台 這樣就不用跟人說你演唱會買不到票 所以取消 但龍夫對這件事非常之反對 所以他情願非常之誠實地跟一群傳媒說 公司說他們買不到票 所以開不到這個演唱會 就著這件事龍夫也都說過 他說他自己覺得欣兒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他說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他說接下來都會跟欣兒合作 只不過他們覺得這個演唱會主題 就是請I love you boys比較對 就著這件事 一群記者也有找過何哲濤 即是他們的唱片公司高層 他承認說因為他們賣票賣不好 所以他們就取消這個演唱會 也有說過他說他的確有提議 C棍就叫他說喉嚨有事 希望他們好下台 不過既然他們不接受 這樣就算了 說這麼久 是時候白鑽公塔 今天白鑽公塔的題目想問問你 由於龍夫的唱片公司 就不肯跟你開演唱會 他就打算跟他的經理人自己搞一個演唱會 你覺得這樣又好不好呢 我會把你的意見去到八峻娛樂的網站 Kickup討論區把你的意見發表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聽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